养金之鱼叶学会修剪 越剪越美越值钱 金之鱼叶呢 我们都不陌生 它呢也是属于多肉植物 金之鱼叶可以做很多的这个造型 今天呢则是做的一个新型的 但是如果说是它长出来的这个枝条的话 测制啊 我们一定要继续的去给它剪掉 别心疼 如果你不剪的话 那么就杂乱无章的 观赏价值也非常低 所以说不管你是做的悬崖状造型啊 还是新型造型 或者说是其他的造型 一定要及时的去给它修剪处理 修剪好了 这个它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才能够长势快 根系呢才会更加的发达 修剪下来的这些枝条呢 我们也别浪费 把这些枝条再去给它扦插 又能够收获多盆金之鱼叶 修剪完之后 记得去给它施肥 这个可以 一定要选择这个薄肥 做到薄肥情势 才能够长势旺盛 这些枝条还能够收获多盆金之鱼叶 这些枝条还能够收获多盆金之鱼叶